小璐 只要你说出来 我保你周全 但是你若不说 小璐带他去见官 好 我说 给我银子的人 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他说 我只管上堂作证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大少爷起床了吗 大少爷在睡觉 还没起床 文宇哥哥 文宇哥哥 我让厨房给你熬了一碗鸡汤 快起来趁热喝吧 文宇哥哥 起床了 大少爷去哪儿了 有没有看到大少爷 不知道 我们一直看着呢 你们是怎么看的 苏公子 你这是来看霓裳姑娘的 不 为何不进去 你一定会帮霓裳脱罪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身份是王爷 你一定会帮她脱罪的 对不对啊 我尽力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你的身份是王爷 只要你跟府太大人说一说 霓裳是无辜的 她不可能闪人 她不是凶手 松手 王爷也要遵守国家法度 不是我说她无辜 官府就会相信的 我想你保证霓裳绝对不会杀人 人绝对不是她杀的 她是无辜的 她是被冤枉的 苏公子是否知道一些隐情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卿管不怕 想到手 你不怕 知道了 这是用手 乃至少 寻手 唉 老太尔 王爷 您怎么来了 把手伸出来 这事怎么回事 他们对你用行了 我没事 烦起王爷帮我向元晓 成天舅舅舅帮传个话 生死有命 霓裳就算死 能有他们这样的亲人 已经很知足了 说什么傻话呢 等你出去了 自己跟他们说话 我来只是想要告诉你 相信我 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多谢王爷 霓裳心怀感激 烦请王爷 不要留在这是非之地 快走吧 我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霓裳 霓裳 我教你 王爷 咱回吧 得不说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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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证 霓裳没有杀人 叶蓉 你这是要翻案 我那日虽然看到霓裳跟随申兰 但其实却并未亲眼看到她杀人 之后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臆想而已 那日作证之后 回去更是寝食难安 所以今日特地来向府台大人说明事情 请大人降罪 大人 我一向患有患症 一旦犯病 便会将看到的幻象当作实情 误导了大人断案 请大人降罪 一派胡言 你说他没有杀人 他就没有杀人 你说你有患症 你就有患症 我患有患症一事 是由城南胡大夫亲自问诊 大人若不信 可向胡大夫求证 这本真的很远了 丁大人 小人正是胡大夫 叶蓉姑娘的确患有此症 在老朽初问诊 已有两年之久 其所言非虚 那这以前就是冤枉 对啊 为什么这么冤枉 对啊 你要看到怎么造成 你会害死他 对啊 对啊 宋静 你没有亲眼看见 但霓裳跟踪申蓝是事实 打听申蓝住处也是事实 我们查到当日霓裳 是后半夜才回的家 本官问你 你一个女人 大半夜的不回家 去了哪儿啊 我没有杀人 可有人证明 你案发之时在何处啊 这 快想不想 这里没有什么 不然就那些 那日霓裳姑娘 一直与在下在一起 这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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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救了 这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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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下何人 竟敢擅闯公堂 在下欧阳子 申蓝被杀当晚 霓裳姑娘 一直与在下在一起 并且是在下 亲自送她回的家 欧阳子虞 您是洛王殿下 正是本王 快跪下 跪下 不知洛王殿下 假刀 有失远迎 狠王速来不与官场结交 与府台大人又自伪蒙面 不知者不怪 大人请起 谢王爷 各位 也请起吧 谢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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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台大人 不知本王的证词 是否作效 当朝王爷 岂有戏言 既然洛王殿下 要为人犯作证 那人犯 当然可以开示 是下官的错判 下官的不是 这么说来 霓裳姑娘无罪 应该是 当行释放了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哪里 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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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人开认 不敢 不敢 慢点啊 怎么样 没事吧 走 我带你去医馆 我没事 方才在宫堂之上 你恋然正气 怎么现在 反而像一只 受到惊吓的小兔子 不敢 王爷 你干吗 这让不妥 不妥 王爷 放我下来 你难道 这让不妥 这让不妥 你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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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来喽 来喽 来喽 王爷 王爷 今天有何日记 王爷 您别弄手 快快快 快快快 你们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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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坐下 快快快 快坐下 来 快坐下 来来来来 把筷子拿过去 快坐下 快坐下 我有话要说 快 咱们霓裳 能够平安回家 这多亏了有贵人 才能绝出逢身 对 那咱们第一杯酒啊 就敬咱们的贵人 敬王爷 以后啊 还是叫我欧阳公子吧 我向来自由逍遥 并不在意身份 还是叫公子自在一些 好好好 那我们就 恭敬不如从命 欧阳公子 多亏您出手相救 要不霓裳 跟我们方氏这块招牌 真就全完了 您可是我们 全家的大恩人呀 对啊 欧阳公子 这些多亏您了 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霓裳 你手怎么样啊 对啊 你疼不疼 不疼了 能不疼吗 再说下天牢 哪有洞思省的规矩啊 就要是查到 是哪个混蛋在背后指使 我一定饶不了他 事情都过去了 就不必追究了 可是 若你的手不能复原 将来如何刺绣缝衣啊 袁香 闭上你的乌鸦嘴 只要人没事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霓裳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养伤 然后再将方氏重新做起来 那个幕后黑手 要让我抓着了 我非杀了他们可 您放心吧 真相迟早会被查出来的 各位就静候佳音吧 对 有王爷 有欧阳公子在 咱们相信欧阳公子 来 咱们举杯 敬欧阳公子 来 来 公子 来 我还以为 我再也回不来了呢 你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吗 可是有的时候 我真的也会觉得觉悟 我知道你不甘心 但你还是要记住我说过的话 来日方长 制衣铺已被航头会打压多日 本就难以为继 我又私利逃生走这一遭 还不知道方氏 将来能不能再重新振作起来 你觉得他能 他就能 若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 成天元香他们 又怎么可能扛得过去呢 霓裳 你现在是方氏的主心骨 你若倒了 他们可就都完了 你说得对 是我只顾着自怨自艺 竟没想到他们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 这么快就醒悟过来了 你呀 真乃 棋女子业 这就对了嘛 这就对了嘛 多笑一笑 什么事就都能变好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 那你赶快回去吧 你赶快回去休息 你赶快回去休息 你赶快带回去宽 我赶快快回去久 到路吃吧 不是跟你说了吗 拿走 王爷 那个 您不吃 我吃一个啊 您 您 你到底要说什么 您在衙门里 帮霓裳姑娘作证的事 这会儿全金城人都知道了 那又如何 那帮人又敢拿这个车做文章啊 不过是到朝堂上挑拨几句 我又没有实权 怕什么 王爷 小秦姐姐说得没错 您平日里管着织葬和公事局 凡事又不肯通融 得罪的人已经够多了 咱又何必 叫你查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王爷 我查了 那苏家历年与公事局有来往 暗箱操作那是肯定的 至于跟霓裳姑娘之间有什么恩怨 我实在是没查出来 不过 按理说的话 如果真的是为了打压方氏的话 也不至于到灾堂陷害那个地步吧 不 那个苏文宇一定有问题 这个洛王素来不问政事 闲散逍遥 虽然近年来管着京中制造 却也不与他人结交 大家都没把他当回事啊 可不知为何却插手此事 你说他跟那个霓裳 到底有什么缘缘 这个霓裳素来行为不紧 在外头认识三教九流 倒并不意外 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刚好搭上了洛王而已 听二叔的意思 这个洛王好像也没有什么后台 咱们也不用拒头 话罪如此 显然这个霓裳不会善罢甘凶 万一回头查起来 是谁陷害了他 捡刀一失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叶蓉姑娘 你怎么进来的 我已经在宫堂上收回证词 帮你脱罪了 你还想怎么样 叶蓉姑娘仗义直言 霓裳十分感激 只是我还是想知道 到底是谁收买了你 哪里有什么人收买我 是我自己有患症 胡大夫帮你治的 可不是什么患症 而是月薪不条 好姐姐 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就把剩下的秘密 也一并告诉我吧 霓裳 为了帮你 我已经危机四伏了 别的我真的什么话都不能讲 请你良心 对不起 可你若不告诉我 我便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好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无论你问多少次 我也是这个答案 我一会儿还有客人 姑娘还是请回吧 叶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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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爷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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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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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声音了 走走走走 走 快走 方氏 伤风败俗不成体统 即刻关殿歇业 对 关殿歇业 关殿歇业 不知苏老板带人前来 所为何事 上次你雇佣天香楼的五级站台 伤风败俗破坏民风 难道你这么快 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你虽荒唐 但是我们的眼里 可是装不得沙子 我们这次来 就是给你下最后的通牒 这个殿 你关也得关 不关也得关 方氏从未做任何伤风败俗之事 绝不承认诸位的诬陷 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若是正经人家 就不会好端端地惹上杀人官司 真是晦气 谁知道人是不是他杀人 现在还来冲好人 霓裳有没有杀人 公堂衙门已有定论 诸位若是不知 大可以去问府台大人 你们怕什么 这个女子一向就是威胁耍横 她清不清白 她自己心里清楚 我的话一说尽 照不照做 你自己看着办 霓裳 这怎么办啊 他们闹他们的 我们做好我们的 深正不怕影子邪 我们怕什么 可是霍元在他们手里啊 就算有新的订单 咱也接不了了呀 况且 你的手也受伤了 咱们之前好些订单 也被退货了 再这么下去 咱们店铺 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阿淑 阿淑 您今日去比那场 关键心业了 不是告诉你 让你待在房里 哪儿也不许去 什么都不用打听 你还管那么多干吗 事关霓裳 我不得不问 正因为是她 你才不能问 此以后 此女和你再无任何关系 二叔 您不能这样赶尽杀绝 住口 那个丫头 一直在查深蓝的死因 再不想办法 迟早会查到你的头上 要不是为了你 事情就不会一步一步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赶尽杀绝 我就是要赶尽杀绝 我不能让苏家 留下任何的后患 这男人要以大局为重 不能为了儿女私情 而治全家老小的生死 一不顾 你这奸杀 可这担着苏家几百口人的责任哪 是 你怎么进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云香说 你八成在会员发呆 让我不要惊扰到你 她这个丫头 她才爱发呆呢 你的手 已无大碍了 只是还有点浆 拿不了针线 不过干些粗活倒是不打紧 你在干什么 我来帮你吧 谢谢啊 行头会断了我们的布园 我们现在连一匹布都买不到了 可是 我们还留了一些老主顾的订单 所以不得不赶制完成 现在 只能自己制布了 这些蓝色的草 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蓝芡草 是天然染料 染出来的布啊 鲜亮又固色 等把这批订单赶完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封不了我的店 也断不了我的路 可是 究竟是谁一直想害我 我怎么想想不明白 但你至少应该明白 你如今有多危险 因此 我有个建议 笛在岸 你在明 不如先离开京城 暂且避一避 等一切水落石出了再回来 我没做亏心事 这是我凭什么要走 霓裳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不用劝我了 我没有亲人 这方氏就是我的家 舅舅舅妈元香成天 就是我的亲人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没有让你放弃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 当以自保为上 我做错了什么 要像只老鼠一样躲起来 我不怕死 怕的是窝窝囊囊地活着 王爷 你放心 我会加倍小心的 那你也一定要答应我 不可擅自去查那件事 你要有任何行动 都必须提前知会我 你能做到吗 嗯 相信我 一定会查到底 直到真相打白 爹 娘 姐姐 我一定可以停过去的 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王爷 这只笛子就算是送给你了 以后我要吹的时候 就只能管你要了 谢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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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我手干嘛呀 袁小姐个小包片 你打扰我啊 打扰我啊 对了 我有一事想拜托王爷 但会给你图添麻烦 可实在无人能够相求 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过 有话就直接说 在牢房的时候 你说什么 跟他们都是相当恨 证实在是 而且她接的订单 都是官家太太小姐们的 霓裳对她们百般笼络 这些人背景大 官差不敢惹 要是把霓裳抓起来 耽误了这些 官家太太小姐们的新衣裳 她们去替她出头 反倒更不好办 那就任由她们继续做生意啊 那航头会的制裁 有什么用啊 她们想做生意 就让她们做去呗 只是能不能做得出来 那就得听天由命了 着色怎么样了 你看 不是挺好的 还不错 我们再熬一晚上啊 明日就能全部染完了 以后呀 咱们染布 做布 自己弄 他们能掐断咱们成布的布园 有种连圆皮布也一块儿掐了 想得美 圆皮布都是从四里八乡 零散收回来的 他们爪子能伸那么长 除非整个京城都是他们家开的 你呀 别得意忘形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霓裳 你早点休息吧 这几日你可累坏了 这还有我俩呢 对啊 霓裳 你快点去休息吧 那要不 你们俩也别熬了 明天起来再弄吧 不行 圆皮布今晚必须全部染完 咱们离交货的日期不远了 行吧 那圆香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 我 你快去睡吧 这不还有我呢吗 可是我想 行了 别硬撑了 快去吧 你也别倔了 成天呀 真是心疼你呢 走了 睡觉去 大晚上谁呀 你谁呀 小哥 借一步说话 不是 什么事啊 你干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我是那个张才主家的丫鬟 我家主子待我不好 我就偷了他们的精英细软 想做盘缠回老家去 小哥 正夜黑风高的 我也没地方换银子 不如你行行好 不不不 买两件 不不 你这是赃物 我可不敢要 我真等银子有 半买半送 给多少都行 不行 你得赶紧给你主子还回去 要不然到时候报官 你可没有好果子吃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 你可不能上了这条邪道呀 小哥 你是不知道 我在那家过得有多苦 你知道吗 他们不让我吃饱饭 每天非打鸡骂 动不动 就用开水烫 用棍子抽 用砖头砸我的头 我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 才想逃回老家去 小哥 我的命好苦啊 你不要说话 你也太可怜了 是啊 下手这么狠 这也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这也太过分了 你看 现在还有疤呢 竟然对一个姑娘 下这么狠的毒手 真的很同情 小哥 我想明白了 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主子东西 我这就还回去 还了也好 姑娘 千万别让他发现啊 保重啊 姑娘 这世上怎么有 这么狠心的人家 仗着有点银子 就这么对待下人 太过分了 这回总行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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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天杀子 你血迹打鸣啊 怎么了 染缸 染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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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偶染的布 这怎么回事 别碰 这里面有腐蚀物 不可能 这缸染料是我亲自熬的 怎么可能有腐蚀物 对啊 我昨天一直在那儿守着呢 这怎么可能啊 霓裳 你怎么装有腐蚀物的 这好端端的布都破成这样 一定被偷了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绿繁油 绿繁油 那可不是 是 绿繁油的腐蚀性极强 都可腐坏坚硬的物品 更何况这麻布 那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啊 我前半夜一直在这儿守着 我就后半夜才睡了会儿 难 难 难道是 难道是什么 昨天后半夜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有个姑娘来叫门 说是从家里 偷了一些细软药卖给我 但是不可能是她呀 她一直哭得特别惨 而且就在门 这一看就是来拖住你的 她一定有同伙 同伙 哪个挨钱挠得这么来害人啊 你个混蛋 要让我知道是谁 老娘分死了她不可 咱们所有的货都被毁了 马上就到交货日期了 甚至也怪我 我昨天晚上不应该睡 舅舅 事到如今自责到也不用 还得麻烦您 再去购买些原皮布 这即使买了原皮布 下染线做也来不及呀 那我们总得把衣裳 先做出来吧 到时候我再向主顾去解释 承天元香 咱们先把这染料倒掉 重新染制 从现在开始 每个步骤必须有人盯着 一步也不能离开 内长 你这到底是谁呀 你想先手啊 我去吧 这个最后 我去吧 我去吧 那我去吧 把市面上能买的原皮布 全给买走了 一尺都没给留 他们就是要赶尽杀绝啊 舅妈 别着急 这宿家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生意上挣不过我们 就使手段耍阴着 还够伤呢 简直就是不要脸 我去找他们讨个公道 你给我站那儿 打打杀他俩能解决问题吗 这家里已经够乱的了 你要是再出事 让我们这一家子怎么活呀 那咱们该怎么办呀 咱们没有原皮布 就染不出布料 那主公们的订单 咱们就完不成呀 大家都先别急了 我们先将染干封起来 再把院子打扫打扫 大伙都忙了一天 也该休息了 天无绝人之路 总会有办法的 你们让我再想想 narration 咱们快要认真 那样啊 你停了 这种都 ourselves 有关 你不能把安会 Nemц 也不能用 婚生 你不能 LEO 王爷 找我有事 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事随便找个小厮去做也就罢了 你这一个千金大小姐 要是不小心被人发现了 岂不是有失身份吗 二叔 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还是我亲自出马比较稳妥 文秀啊 你为咱们苏家可谓是掏心掏肺 竭尽所能 若是有一日文宇赴了你 二叔第一个饶不了他 二叔言重了 文秀是心甘情愿的 只要是为了苏家好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此事若能成功 也是二叔跟杭斗惠得利 现在他没了不原 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不仅没了不原 他那手 恐怕也已经废了 大娘 霓裳姑娘来了 大娘 您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多谢霓裳姑娘出手相救 要不我这条见面 就交代在牢里了 多谢姑娘的大恩大德 大娘 快起来 来 就您的人不是我 是欧阳公子 您要谢就谢他吧 欧阳公子 您的大恩大德 老夫此生不忘 不用谢我 我也只是受霓裳姑娘所托 顺手帮忙而已 对了 你是怎么将大娘救出来的 也是因为你的指点 去那远房亲戚家里 找到陷害大娘的人 就又到了县衙去见关 那人啊 把所有的事情都招了 还了大娘清白 是的 还归还了被霸占的田产 霓裳姑娘 欧阳公子 你们的大恩大德 老夫全家老小 十辈子也还不完呢 能拿回来田产 真是可喜可贺 今后便好好过日子吧 我特地将大娘 接到此处来与你见面 以完成你所托之事 现在人也见了 那我就让小璐 送大娘回去了